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是能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那袭击能力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据说2017年在纽约加德市的拍卖行 一幅叫救世主的画作就以4.5亿美元的高价买出 成为了世上拍卖价格最高的艺术品 这个价格是什么概念呢 它意味着单救世主这幅画就能在北京二环以内买五套房子 每套房子的面积可达200平米以上 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辈子吃穿不愁了 这么昂贵的画作你是不是有点好奇它的作者是谁 说到它的作者我们也不陌生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达芬奇 达芬奇这个称呼它原本不是指名字 达芬奇和地名有关 意思是来自芬奇小镇 达芬奇这个人真正的名字是列奥纳多 不过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在后文的讲述中 我们还是称呼列奥纳多为达芬奇 下面我们将分为三个部分解读 列奥纳多·达芬奇传这本书 首先我们了解达芬奇的才华表现在哪些方面 为什么人人都说它是一个全才 了解了它的才华之后 我们再进一步地了解它成为全才的原因 最后我们了解达芬奇的全才给它带来了什么好处 以及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列奥纳多·达芬奇传的作者是沃尔森·埃萨克 沃尔森·埃萨克毕业于哈佛大学 现在为杜克大学的历史系教授 它是著名的传记作家 专门给对人类历史有影响力的人力传 在列奥纳多·达芬奇传之前 它的史蒂夫·乔布斯传 富兰克林传 爱因斯坦传就已经相继出版 说到这儿 下面就让我们正式开始学习吧 首先我们先了解达芬奇的才华表现在哪些方面 说到达芬奇的才华 有的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达芬奇绘画画 但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 达芬奇除了是一个画家 他还是一个科学家 而且他涉猎很广 像物理学、解剖学、神经学、化学等学科 都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 可能有人觉得达芬奇作为一个画家 他进行科学研究最多是玩票吧 其实不然他在科学中的发现 比很多正儿八经搞科研的人还要多 比如说物理学中与飞机设计有关的流体力学 空气或其他流体中的流动速度越快 压力就越小这一个原理 就是达芬奇在研究鸽子飞行时发现的 比提出这个理论的科学家早了200年 在摩擦力研究中 他发现摩擦力的大小 与物体平面的接触面积无关 与物体的重量、斜面倾斜度 以及粗糙程度有关 这一原理 达芬奇也早于法国科学仪器制造者 阿蒙东发现 为了减少物体之间的摩擦力 达芬奇发现一种碱膜合金 三分铜和七分锡融化后合在一起 能够成为一种合成金属 这种金属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增加机器的耐磨性 使机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 能够更好地运转 这比解磨合金的发明者 埃萨克·巴比特早了300年 除了物理学 他在解剖学也有一些领先发现 比如达芬奇是第一个 描述人类牙齿构成的人 第一个知道血液循环的人 第一个知道心脏有两个心房 两个心室的人 达芬奇有这么多第一发现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热爱解剖学 他曾经解剖了30具尸体 亲自记录尸体上的各种构造 在对解剖学着迷的同时 他对人的行为与躯体之间的关系 也感兴趣 他认为人的行为是通过大脑信号 通过神经系统传导着躯体的 为此他做了很多实验 来验证这个想法 于是他成为第一个 对青蛙进行脑脊椎实验的人 如今这个实验是生物课中的 常规学习内容 由于达芬奇的科学研究 只属于个人兴趣爱好 他并不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公开出版 所以这些科学发现 都是后人在整理达芬奇笔记的时候 才发现的 达芬奇的笔记多达七千多页 后人在整理的时候都很惊讶 达芬奇竟然在科学领域 有那么多发现 达芬奇的优秀 让人有一种不真实感 有人曾经戏谑 达芬奇是一个穿越到过去的人 对于只是兴趣爱好的科学研究 达芬奇就有那么多成就 那么他的本职工作 画画 他又是如何展露自己的才华的呢 除了开头我们提到的拍卖画作 《旧事主》之外 达芬奇有很多快智人后的名画 最常被人挂在嘴边的就是《最后的晚餐》 蒙娜丽莎等作品 《最后的晚餐》像一幕戏的定格 达芬奇通过人物的神态 动作把耶稣遭到出卖的故事展现出来 《蒙娜丽莎》则是一个人物肖像画 以嘴角边一丝神秘的微笑而闻名 因为这两幅画 很多人都觉得达芬奇是当之无愧的大事 不过达芬奇的大师之路并不是一天练就 这中间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达芬奇在初入画坛的时候 有一个绘画师傅 名叫韦洛基奥 韦洛基奥开了一个工作室 专门借些绘画的货迹 同时工作室内部有一整套 关于绘画的培训 确保员工的技能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达芬奇在韦洛基奥手下当学徒期间 他通过练习画一者掌握了明暗画法 以此增加物体的立体性 并且他在明暗画法的基础上 创造了晕染法 通过模糊物体的轮廓 减少为增加物体立体性 而产生的生硬感 基督受洗这幅画作 是达芬奇与韦洛基奥合作的画 这幅画中 达芬奇就使用了自己的晕涂法 同一幅画中 尾芬奇奥笔下的天使与达芬奇的天使相比 人物的线条过于生硬 就像一个曝光过度登记照 与人联合作画是尾芬奇奥工作室的特色 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商业性质的工作室 工作室里的人以完成甲方爸爸的要求为寄人 大家都不太在乎独立作画署名的问题 所以达芬奇在尾洛基奥工作室 和别人一起画了很多画 但在联合作画期间 达芬奇的个人特点就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他笔下的画作故事性强 人物形象更加饱满 画笔不仅画下了人物 而且把人物的心理活动也呈现在了智商 这是达芬奇坚持一生的创作理念 他曾经因此还暗讽过和他创作理念不同的米开朗契罗 由于米开朗契罗是雕塑家 画画的时候比较注重躯体的线条 不太注重人物形态 达芬奇就说米开朗契罗根本不是画画 他的画都像核桃 达芬奇最早关于人物心理活动 比较成功的一幅画是《暴淫署的女人》 这幅画画的是达芬奇的金主卢多维克的情妇 塞西利亚 塞西利亚年仅15岁就卫生给卢多维克 但她没有资格嫁给卢多维克 因为卢多维克已经订了婚 达芬奇画这部作品采用了四分之三侧脸的画法 这是脸部最美的角度 同时达芬奇在塞西利亚的嘴角 安置了一抹神秘的微笑 可以说这是蒙娜丽莎微笑的出行 人们看到这抹微笑的时候 既可以解读塞西利亚沉迷于爱情之中 她非常幸福 又可以解读她是不甘沦为情妇的无奈 总的来说 达芬奇不仅是一个出色的画家 而且是一个出色的科学家 她是一个文理兼备的全才 好了 从上面的讲述中 我们得知达芬奇是一个文理兼备的全才 可能有人会觉得 达芬奇不偏科的关键是因为她聪明 其实这并不是主要原因 下面我们将为你分析 达芬奇成为全才的原因是什么 达芬奇之所以能够成为全才 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内因与她的性格特点有关 外因则与大时代和家庭背景脱不开关系 咱们先说内因 首先 达芬奇是一个观察能力特别强的人 这得益于她的一双好眼力 很多对别人来说一扫而过的事物 达芬奇总能敏锐地感知到不同 比如自然界中比较常见的闪电现象 大多数人看到闪电 可能就想着回家收衣服什么的 达芬奇看到闪电后 却发现闪电映照下的建筑物 比平时看到的建筑物要小 不过达芬奇的好眼力并不是天生的 她也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增强自己的观察能力 她经常会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眼力 比如有时候她会拿出一张纸 画三条长度差不多的线 然后让自己通过眼力判断是哪一条线最长 除此之外 好的总结方法也为她的观察能力加持 如果她在大自然中发现什么新奇的现象 她就会采用一种类比的方法 来寻找新奇的现象与已知的现象之间的一同 比如说她在研发乐器的时候 她会把乐器发生的方式和喉咙发生的方式联系起来 其次达芬奇能够成为全才 与她的探索精神也有关系 达芬奇从小就是个好奇宝宝 爱问十万个为什么 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问 天为什么是蓝的 花为什么是红的 草为什么是绿的 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一个阶段 对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充满了好奇 但难得的是 达芬奇的好奇心持续了一生 她长大后仍然执着地问十万个为什么 如果发现不懂的问题 她还会去找专家请教 在她的笔记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碎碎念 找一个水利老师请教 如何修缮船闸 运河和墨房 找一个生物学老师请教 为什么鸟会飞等等 除了找专业的老师咨询 达芬奇有时也会自己设计实验 来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 比如说达芬奇有一段时间 对人体的血液循环很着迷 为此她提出一个假说 心脏把血蹦入主动脉时 血流形成漩涡 然后她就用一个牛的心脏作为实验的模型 通过向牛的心脏中注水的方式来验证自己的架说 最后达芬奇的完美主义 也是她能成为全才的重要原因 达芬奇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 在她离开师傅后 她自己开设了一家工作室 但她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一个艺术家的思维 对作品负责 但不对客户负责 比如说博士来拜这幅画 她本来按照自己的想法画了一版 然后她又按照甲方的要求画了一版 由于她对甲方要求修改的部分不太满意 就一直没有上色 不曾想这幅没有完稿的画作 竟让人们认可了达芬奇的才华 正是因为这种对作品负责的态度 达芬奇的话才能流传下来 但在当时 达芬奇因为过于完美主义 而留下了拖延的坏名声 蒙娜丽莎本来也是一个客户要求画的画 但这幅画画完后 达芬奇就一直待在身边 直到去世都没有交付给客户 每次想到哪里需要改进的时候 她就会在画上添上几笔 因为她的拖延症 达芬奇与父亲的关系也一度紧张 据说达芬奇的父亲担心她的生计 曾经特意促成了几个订单 但达芬奇没有暗示交货 这让她的父亲非常生气 达芬奇的优秀 与时代背景也息息相关 达芬奇所处的时代 正好是本意复兴时期 欧洲经过了黑暗的中世纪 很多人心中对宗教产生了怀疑 他们开始自己探索世界的奥秘 人们对理性真理的追求 使社会氛围空前开放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 出版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很多经典书籍被翻译成各种文字 在世界范围内流传 要知道 在中世纪时期 知识只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 而且书本印刷所用的文字 一律为难学难懂的拉丁文 达芬奇就不会拉丁文 所以若不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 他本来是没有机会了解那么多知识的 除了宽松的时代背景之外 达芬奇的私生子身份 也是他成为全才的重要原因 达芬奇所处的时代 对私生子很宽容 所以他并没有因为私生子身份 遭到过什么冷眼 但当时还是有一些限定 就是私生子是不能从事公正行业的 不凑巧的是 达芬奇一家祖祖辈辈 都从事的是公正行业 本来身为长子的达芬奇 有子称副业的义务 但由于私生子身份 他不能进入公正业 这反而给达芬奇带来自由发展的空间 综上达芬奇的才华是 内因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内因指的是他的好奇心 探索精神以及完美主义 而外因则是指宽松的时代背景 和他私生子的身份 可能有人会想 达芬奇的确很优秀 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我们也不见得非得成为全才 那么达芬奇的故事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分享 达芬奇跨专业的学习 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 以及达芬奇的故事 对我们的指导意义 首先 跨专业的学习 使达芬奇换工作更容易 达芬奇在艺术上的造诣 让他除了画画 还能进行家居装饰 艺术鉴赏 舞台设计 同时 达芬奇在科学上的造诣 又让他成为一个工程师 武器设计专家 对老板来说 达芬奇妥妥就是一个多面手 雇佣他一人就相当于雇一个团队 所以达芬奇换工作的时候 一般都比较顺利 自从他离开师傅 伟洛基奥的工作坊后 达芬奇曾经先后在三个地方待过 总共换过四个老板 第一个老板是他在弗洛伦萨居住期间 他的老板是弗洛伦萨的实际掌权人 洛伦佐 洛伦佐自己是个喜欢艺术的人 他看中达芬奇的艺术才华 决定资助他发展艺术 后来因为达芬奇不愿意迎合 洛伦佐关于艺术的看法 逐渐失宠 达芬奇于是决定换老板 随后达芬奇就向米兰统治者 卢多维科写了一封求职信 信中达芬奇着力刻画了自己的绘画能力 家具装饰能力 雕塑能力 武器设计能力 卢多维科看中达芬奇的全才 雇佣了他 在为卢多维科服务期间 达芬奇画过画 进行过家具装饰 也尝试设计过武器 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才华 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 后来米兰遭到切萨雷的侵略 鲁多维科逃走 达芬奇因为武器设计 军事工程方面的才干 被切萨雷留用 也正是因为自己的才干 达芬奇在战争中保全了自己 再后来 达芬奇回到佛罗伦萨小柱一段时间 经过短暂的休整后 他来到了法国 当时的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 是达芬奇的粉丝 他喜欢和达芬奇聊天 因为从达芬奇那里 可以了解各学科的知识 而且弗朗西斯一世 是达芬奇的最后一个老板 也是最好一个老板 因为他从来不要求达芬奇 画不喜欢的话 做不喜欢的事 他就是单纯地仰慕达芬奇的才干 愿意出资让达芬奇 进行自己喜欢的研究 这就是为什么达芬奇 最后是在法国去世的 而法国的卢浮宫 也是收藏达芬奇 画作最多的地方 几多不压身 达芬奇的才华 让他得到老板的青睐 在每次换工作的时候 都能找到愿意雇佣他的人 当然 到这里可能还是有人觉得 跨专业的学习比较浪费时间 最终会让人哪一刻都不惊 真的是这样吗 并非如此 比如说 达芬奇关于科学的研究 就让达芬奇的画作 因为符合科学规律 也别具韵味 达芬奇曾就画过一幅圣母像 名字叫眼尖圣母 达芬奇画的圣母像 和其他画师画得很不一样 其他画师在画眼尖圣母 这个题材的时候 会用白玫瑰来显示基督的纯洁 但达芬奇因为对科学知识足够了解 他知道白玫瑰不会生长在岩洞中 所以达芬奇就把画中的花 改成了暴春花 还不止 适合植物生长的岩石 只可能是分化程度比较高的沙岩 达芬奇笔下的岩石 就全部是沙岩 并且岩石与岩石之间 还有着自然的垂直裂缝 与水平接缝 除此之外 达芬奇的绘画功底 又有助于他进行科学研究 因为绘画功底 可以帮助达芬奇 把自己的科学实验的过程 记录下来 这种记笔记的方式 会比纯文字直观许多 前面我们提到过 达芬奇对人体解剖十分着迷 他曾经连续解剖了三十多具尸体 他曾经就把自己解剖尸体的过程 全化了下来 肌肉 神经分布等等都清晰可见 这样一来 达芬奇下次再要研究人体的时候 翻翻笔记就知道自己研究到什么位置了 老华总说 输业有专攻 现代人也推行精药主义 这些理论无不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专注一个领域 一件事情 但我们从达芬奇的故事中可以看出 跨专业不仅没有像大家想象的一样浪费时间 学科之间融会贯通之后 反而可以打通学习的人多二脉 让自己成为多领域知识的专家 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信息减方 如果一个人总是关注某一领域的知识 会变得固步自封 就会逐渐落后于时代 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 都是需要其他领域的知识给自己灵感 所以身处之常 如果我们不希望被后来的人超越 我们既要注重知识的深度 也要注重知识的广度 除此之外 在培养孩子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尽可能地 对他们进行全脑开发 保护孩子对事物的好奇心与质疑精神 只有这样 孩子才能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 当孩子掌握了学习的技能 他们才能真正掌握生存的能力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 首先 我们说到了达芬奇是一个文理兼备的全才 一方面 他是一个画家 有自己的创作理念 创作了全新的画画技法 如晕土法 四分之一像法 也留下了传世之作 比如最后的晚餐 蒙娜里莎 另一方面 达芬奇又是一个科学家 他的科学研究成果 领先世界好几百年 解剖学上 他是第一个发现描述人类牙齿构成的人 神经学上 他是第一个对青蛙进行脑脊椎实验的人 化学上 他是第一个记录了合金技术的人 物理学上 他关于流体力学和摩擦力的研究 早于正式提出他的科学家 达芬奇妥妥就像穿越回去的现代人 其次 我们分析了达芬奇成为全才的原因 一方面 他敏锐的观察能力 执着的探索精神 以及完美主义倾向的特点 使他成为全才的内隐 另一方面 文艺复兴时期开放的大环境 以及私生子身份 给了他尽情自我发挥的自由 最后 我们了解了达芬奇的全才 给他带来的好处 一方面是找工作容易 他一生待过三个地方 一个是佛罗伦萨 洛伦佐看中了达芬奇的艺术创作才华 后来他到了米兰 卢多维科看中了他绘画 家具装饰 武器设计 舞台设计等方面的才华 当米兰遭到侵略时 侵略者切萨雷看中达芬奇武器设计 军事工程方面的才华 再之后他到了法国 而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 是他的粉丝 支持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 达芬奇跨学科的学习 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是浪费时间 反而让他的所学 终会贯通 成为了各个学科的专家 总之 达芬奇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才 这种全才 普通人可能会觉得离自己很遥远 但实际上 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他的学习过程 我们也能得到一些启发 对于身处职场的人来说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能够保持竞争力 不被后来的年轻人赶上 我们就需要像达芬奇一样终身学习 在学习的过程中 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精砖以外 还要多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 以获得其他领域知识带来的灵感 当然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我们希望规避达芬奇 分心拖延的毛病 我们可以在学习知识的时候 设置一个比例 本职工作所对应的专业知识比例 要高于其他领域的知识 对于在家培养孩子的人来说 我们不要让孩子仅仅为了考试而学习 要注意保护孩子的好奇心 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和探索精神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在学习上 化被动为主动 这对他们一生才是有益的 而且 不管孩子偏向的是文科还是理科 我们都要在保障他们优势科目的基础上 加强对他们博弱科目的训练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在学习的时候融会贯通 将来选择职业方向的时候 不会因为自己的博弱科目 而限制了发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当我们发现一个有成就的人士 总喜欢以天才来称赞他 但天才这一个词 无形中是限制了自己 他的潜台词是说 我们永远不可能像这个人一样有成就 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句话 大多数人的努力程度之低 根本轮不到拼天赋 所以 如果我们不想自己有没有天赋 只要学着像达芬奇一样勤奋一点 或许就可以收获让自己和他人都满意的成就 我们这本《利奥纳多达芬奇传》就学习到这里 期待与你下一本书的学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